人倒是什么行 佛家讲五戒 中国古圣先行讲五常 我们不谈五戒 我们谈五常 其实 五常跟五戒是一个意思 五常第一个是人 人家爱人 爱人 他决定不会害人 害人最严重的是杀神 人家不杀神 一点不偷道 这个不偷道 讲到极则 就是你心里头没有丝毫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想占一点便宜的这个念头叫道心 纵然你没有偷道的行为 你这个心是偷道的心 这个念头不好 决定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 七心东念一定跟 琴 礼 法相应 我们讲 和琴 和礼 和法 这是意义 礼就是戒律 有条文的戒律 隐身没有条文的戒律 凡是立业众生的 要做 凡是有害于众生的 不能做 佛 在大臣菩萨戒经里面 特地给我们提出来 这从前我们做学生的时代 老师唱讲 出家菩萨戒经里面 凡王戒 不做过贼 不帮过主 这两条冲结 贼是贼害 就是决定不能做 伤害社会 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情 都是不能做 不帮过主 国家 各国阶层的领导人 他做的有不如法 自然有国家法律 去制裁他 有因果定律 去规范他 出家人 决定不能够毁谤 也就是不能够批评 出家人见到 只能够护掌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在家的佛弟子 也有两条冲结 不漏过税 不犯过知 过知是国家的法律 这是佛的终结 人人都能做到 这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所以人能够修无解 中平 实现 这是得人身的条件 在佛法里面称为营业 营到你到人道来 受伸 你得到人身了 凡是得人身的 过去时都有这个成就 没有这个成就 你得不到人身 得人身之后 要很用心 努力再修 希望提升 不能够把它忘掉 如果是忘掉了 那你来生 你就要堕落了 那就给你讲 山安土的原因 出生到的原因是什么 是愚痴 愚痴 没有智慧 什么叫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辨别 是非 没有能力辨别 有智慧的人 他能辨别 他知道什么事情 可以做 什么事情 不能做 什么话 可以说 什么话 不能说 什么念头 可以起 什么样念头 不可以起 他知道 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怎么办 读圣贤书 可以开智慧 常常读圣贤书 受圣贤教会的熏悉 他生智慧 他不会多出生到 来生能得人生 能生天道 这下面这个两道的时候 很容易进去 木轨道是贪心中 贪而无厌 没有厌不贪 学佛 贪心没有血掉 第一遇到 诚慧 嫉妒心中 多半是 木轨道 这就是你用的什么心 你用什么心 你就落了一道 所以 是法界 一真装眼 是自己心形 变形出来的 与外头人不相干 就好像晚上做梦 有人做美梦 有人做卧梦 那这梦谁叫你做的呢 是你自己意识心 起现性 起作用的 与谁都不相干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呢 真的是自作自受啊 为什么说与别人不相干 本性能空击 无有也发可得 他怎么会想干 所以老祖宗教过那句话 行由不得返求助击 无论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了 毛病不在外头 在自己 回过头来 认真 去思维 去观察 去找 原因 原因 一定在自己 不在外头 你在外面找 找不到 外面找的时候 产生什么效果呢 副效果 怨天诱人 错了 人没有对不起你 老天爷也没有对不起你 错在自己而不知道 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 改过自信 永远没有办法 把业障消掉 真正能够从内心去找 因素 找原因 真正断卧修权 业障就化解了 业障化解了 灾难就没有了 个人的灾难 是病痛 共业的灾难 就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灾害 这通通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而且呢 这个效果很明显 诸位细心就观察 这个地方念佛的人都 灾难就少 纵然有灾难的时候 不会太严重 然后是说 整个人有灾难的 灾难的 生因素 组会